台北達星在SBL基督戰首輪對抗富邦勇士 由印度搖民SIMBULA競賽一場 加上對方主將張宗憲又表明 要透過賽勒支點多打inside out 普軍總教練范耿祥又該怎麼出牌呢 應該我們會先設定說 如果說賽勒他打開了 對那才會用到兩個 那如果說外圍的外圍的射手投開了 那可能就是我們也會改變一些策略 或者是守區域或者是守一些 可能讓賽勒拿球或是不拿球的狀況下去 做一個防守的策略 少了布拉作陣 一切的防守重點 還得從檔下賽勒開始 總教練范耿祥也點名 菜鳥溫立皇有機會擔任先發中鋒 這種所謂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平時練球就在看管布拉的溫立皇 就是要在這個關鍵時刻展現膽識 有時候我會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會跟他講說你練球就認真打我一點 這樣我才會進步 所以他就是後來我跟他講說 他就有比較用力打 那我真的的確是就是手來很吃力 但是我覺得透過這樣子的訓練 就算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守住 但至少我覺得膽識上沒有輸 那比賽中畢竟球是遠的嘛 然後加上我們可能會很多戰術什麼的 我相信透過一些團隊的力量 我相信我們還是有機會 十一點四分 十三點四籃板 這次達新和福邦本季五場對戰 賽勒所繳出的平均數據 如今少了布拉 這一個數字也變成了溫立皇 還有虎君上下在就賽首戰必須控制 甚至盡可能壓低十分的重要目標 回頭的新聞 採訪報導